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郭麒麟与宋毅主演的电视剧《坠续》上映之后,可以说是引发了网络热议。 虽然说之前并没有太多人看好这部翻拍剧, 但没想到的是,该部作品真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。 甚至在收视排行上,还超过了肖战的《斗罗大陆》但是对于郭麒麟, 有网友也是指出了不足,那就是在感情戏方面,他真的太害羞了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郭麒麟终于有了感情戏的桥段,宋毅清了郭麒麟一下, 给他留了个红嘴唇,但是,虽然剧情看起来很甜, 但是这个过程却拍得很尴尬。 作为专业的演员,拍摄这样的感情戏,本来就是工作的一部分, 但是郭麒麟,却表现得很突兀。 原来,在宋毅清过来的时候,郭麒麟提前撅嘴, 两人完美地错过了,只不过如果一场戏, 没拍好是情有可原的。 但是,在另外一场镜头中, 郭麒麟也是主动地,亲吻了宋毅。 但让人遗憾的是,依旧是清瓶点水,最后清到没清到。 那都两说呢,其实,在郭麒麟和宋毅的感情戏中, 基本上都是女方,处于主动的地位, 男方是一个,被动的角色。 而这样的人设和原著,是不相符合的。 不知道原作者看了,是怎么想的。 原著中的男主,属于云淡风轻,蜘蛛在握。 在家典,被武侠小说荼毒的成熟大叔,披着小青年的外皮。 但却被郭麒麟,硬生生地演成了害羞小伙子。 只不过要是看了郭麒麟,在花絮中的表现。 估计真的是,让人能气死。 宋毅的表现,是可圈可点的。 倒是郭麒麟,害羞得很。 连嘴都没听到,郭麒麟的耳根子,最后却都红了当然。 本来郭麒麟和宋毅,在,庆余年里,是严姐弟的。 现在在对剧里,却要饰演情侣,角色难以快速转变,也是很正常的提示。 对于这样的事情,大家也不用太计较,本身就是穿越剧。 叫什么真啊? 我觉得,改编得挺好,很欢乐。 大过节的挺适合,这样轻松的气氛。 当然,对于郭麒麟,很多观众,也是提出了其他质疑。 不知道香蕉有没有被弃死,完全是俩个宁议,有着天壤之别。 邓科和编剧,秦文,赵启臣,顾征兴,杨宇晨,陈金鹏,季桑柔,丁,怒,张云仪,只是借用坠须的故事主体胡编乱造。 真正看过小说的人,来看这部,剧真的看不下去的,电视剧剧本,修改太多,还是小说有味道,而郭麒麟把相声,重新换了个地方而已。 而对于郭麒麟来说,沐秀于林峰,必须知,从相声行业转到演员行业中来,郭麒麟肯定会,要有一些转变,特别是在,感情戏方面,应该多少,要放开一点。 否则老是这么,害羞含蓄的话,不少情节,都会拍不好,这也是郭麒麟,要改正的地方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